文文在座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五石柱因為沒辦法支付強度一千個銀員 要舉家出走 盡氣早業才補到個人性命 很快就被消息靈通的盜賊 放火燒毀了五市全部房產 吳老闆看著所有房屋財產被毀 痛苦到說不出話 難受到了極點即時就暈了 過了一段時間 有頑強生命力的人驚醒時 迷迷糊糊突然聽到有什麼聲音 不僅是強盜追殺 又不僅是有人說說話 又是從船艙裡傳出來一陣嬰兒占麗的啼哭聲 這聲音劃破了可怕的直證 只有令人更加仇苦暢亡 高面上有幾隻水鳥被這些啼哭聲驚醒 在岸邊的水草嬤 飛向羽毛蒙蒙的天空 五石柱的第五個兒子出世了 是一個人人都說 麻煩來到人間的嬰兒出世了 淒涼的半夜 突然間見到五石柱抱著一個小鼠 乳吊極之沉重 有著在說說話 實在是哭訴 哎,你这个儿子,来得不是时候,是你生不逢时,我看你是来报仇的吧,我伍某从来都没有仇家 你还没给我希望,最好是欺骗,或者是拿我老命,我都愿意全部给你 吴老板说完这些无可奈何的话,哎,说着说着又奇怪,那个孩子突然间收了声,不再哭了,即时睡着觉 这位从最苦难中出世的苦人仪,就是人海人的中心人物 夜深天黑,水黑,但愿世人深黑 那一位船家妇人,致命是好心人 她见五某长夜不遂,天丁破财,远走他乡,家破人寿 甚为可怜,心中一度 她很明白,又认为这个年头出世的,不是妖孽还有什么 于是乎就低声好意地说了 哎呀,大官人老爷 别说我们辅导人家多事多罪呀 我都是好心的 你就快手点啦 跟着就做了一个手势,劝五某把刚刚出生的小孩子放到河水里 一了百了,去了灾声,那你们一家人就有得出生天啦 有什么不好呢 吴某听了之后,内心很重地震了一下 天啊 事物又很奇特的 某自己就想起了,在前两年呢,有个很高明的占卜算命佬 当面就说得明明白白的 说过了两年就有小人会降临 即是灾声岛 那现在灾难就应了啦 现在很清楚啦 最小的人不是这个初生儿,难道还有帝哥吗 哎呀,一想到这样 历来性格当机立断的五某,就想一刹那间 将亲身的小儿,轻轻放入冰冷的江水里,离得他死呀 吴某眼泪汪汪 看着五某水,刚刚动手杀人,又突然间心寒 一条小人命,即将被无声地放入冰冷刺盖的东江河水里 从此消失于人海地球 那这样动手的时候,那也很奇怪 一向数有正气的五老板,这时就落不了手了 对于小儿子的生存死亡,一瞬间又不敢那么草率 他心薄薄跳,因为他想着,一条人命来的 一条人命来的 五某是人,不是草木 他的心又难受到了极点 事物又很怪的 事情到了极点,又会走向反面 五某就突然间想起古人也言 先借用一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 君子和小人就截然不同 所做的决定也都不同,结果就更加不同 五某后来的念头就有了极大的转变 他最后决定就是,小人投胎也好,来报仇也好,灾星降临也罢 既然来到我这儿,和我直接有关,那就是缘分 是前世注定的,不应该逃避 杀了亲生子,亦不可以保我又解灾难又能消灾的 五某再想下 这个孩子的来源是谁 是父母亲 如果小孩子是灾星 那就是父母肚里面的毒物 那么自己活该死,怪得谁呢? 想到这一层 五某的心就逐渐变得明白了 认定这个孩子是无罪 父母该死的就注定 父母死了,儿子再生,亦都很值得 以死相报亦都是应该的 况且在人世之中出乎意料的事 往往也确实实有八九 五某最终的决定 杀亲而保自己消灾解难 是我五某绝对不可以做 关于大义灭亲,古来有之 如果大师灭亲,就不是我五某人做的了 面向阔大无边的江东苦海 五石这时,心反而又坚强起来 在儿女情长的内心里头 正与邪,又有着莫大的不同 五石就终于投降了 乃念上天好生之德 我某自全家生死于不顾 于是,就将个小孩很小心包扎好 抱住,口中念念有词 内容就是,乖仔呀 由今天起,有我就有你 没有我都有你 不会放到河水里了 我会小小心心交给夫人保护慰养 前世的债和仇 今生就一一进步了 他眼光光望着江水 一路望了几个时辰 吴老板这么多日来 受个多重沉重的打击 实在也很累 吴京吴角就闹着眼 一觉睡醒,已经是日照光可 在这个世上,最可靠的是痛苦 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头 天天就痛苦不减当年 兼且还继续再深入 真是命苦啊,老天爷可怜啊 不过,在下就忠观天下 没有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 就和烦恼苦们永远共存 平均分享,事与愿违 这世界未见有多少好日子 现在外国季子军队已经长驱矩入 好多地方的交通,本来就极难走 水路就靠船仔 用人力搖一尾地搖 走一路也不过平均十多里路 在陆地就靠两只脚和一条单挑 放在肩膀上担住来走 和西游记沙和尚一样走路 在这样的日子 普通民众真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一些路本来是人走出来 因为太乱 时势不太平 远比文明的熟度难走得多 熟度是天险 乱世是人祸 盗财如无 搶光杀光 见什么就搶什么 什么生产都终断了 现在破产的吴老板 经过三天的水路 一家人亲眼目睹了水面飘浮的 一条又一条不同年岁者的尸体 吴老板已经联想到 那些经常见面的布装苏老板一家 因为没办法交出保护费 光面的一批批死尸 也包括他们在内 惨事还惨事 逃亡目的地 也差不多到了 现在船拍码头了 到了重大个私城的浮头大省 叫南庭市 吴老板就挺聪明的 按照大乱居乡 小乱居省的原则 现在是中暖 仍是居省合适一点 到了上船的时候 为人厚度的吴老板 就给多些费用的船家 面对分别 双方都带有依依不舍之情 收多船钱 船家就很过意不去 退堂了几次 后来才很为难地收下 准备离开船上岸的时候 走惯江湖的船家富人 真是眼观绿露 她发现岸上好像不多妥 急急就对吴老板打了个眼色 试她坐下 跟着那个船家就用尽全力 将船就撐开去河中间 吴老板就知道不妥了 就免得问了 过了一阵 果然就不出船家所料 突然间听见岸上高 有很多人在那里走动 有些恶人就大声地叫 哎呦啊 哪个动是杀谁的杀 一声叫哭 好像天崩地裂一样 是人听到即时脚软 这一声就令到岸上高的人 当然不敢再动 这一声同时就吓到木船仔 到那五老板一家大小胆破心寒 趴在船板上动都不敢动了 个个连大气都不敢休息 这样的紧张时刻就要么过了大半个时辰 被抢杀的民众呢 估计那些恶人土匪已经走远了 大家又慢慢慢慢就成群结队 哎呦 现在最想要的呢 就互相壮胆啊 受害者身上就别说有值钱东西了 就连背着那些烂鬼行李里头 一些可怜的一斤几两活命米粮都没有了 人人都吓得破了胆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干了眼泪 这时一大群人 绝望就还绝望 众难民又本能一起慢慢地走 刚刚走过没有多少步 突然又有一帮更加恶死的人冲出来 各个手执利刀 又包围着这堆难民 鬼杀这么做 一跪低 不是就杀死你们 那刚才就不准动 不是就立刻杀死啊 现在呢 就不立刻跪低 同样就立刻杀死 那几十个难民就真的没了收了 各个即时又跪低 那些恶死能等的土匪 急着就全面守身 要彻底守查 要抢光所有的物资 有些不明白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带头的策头 塞驚无神就破口臭骂 你这帮混蛋啊 你现在上路 你那帮什么东西都不带的 啊 信不信老子 抓回你们十六八六了 现在那个恶人要问话 谁敢回答 等了一阵 突然又有人惊失失地说 我们上路的时候呢 人人都带了很多东西的 天刚的时候呢 已经被唱了两次了 我们现在变得人人身无一物 是是是是我们抵死 我们抵死 哦 那个策头一听才明白 好失望 心想 递死有个屁用 原来我们来迟了 他们早就被那些贼 抢了两次了 我们再来抢第三次 如果还会有东西 那就乖了 这个时候 那帮难民就齐声在那里哀求 哎呀 大王可怜可怜下 放过我们啦 放过我们啦 那个策头 对着这帮难民 见一无所获 之人甘心 老修成路就只有一大声臭骂 看来臭骂都没鬼用的 正是左右围难的时候 那个单眼策大哥就出现了 扔过来问 喂喂喂 究竟什么事啊 这么久都没得手归队的 贼头就趕快就在贼大哥的耳朵边 咫咫咫咫说出几句 指定贼大哥眼为了滚 嘿 死你去了 今早就一出门口就撞着师姑 怪不得这么黑仔的 接着就指着那帮贼话了 你们一个一个就只会人头猪好来的 拿不到耳 那我们就白做咯 你们不懂鱼打轮的 快快去拿刀去刮鱼轮啊 死讯 刮鱼轮就是暗号 呸 整帮贼的时候才明白贼一哥毒眼龙的意思 整帮贼眼泪一光 即时就动手 恶死能登要脱掉所有难民身上的衣服 最终这帮贼人一番打鱼轮 摸完衣服又打人之后 那帮难民都陰功了 个个被剥剩一条底裤 这样才脱得身走甲不透啊 哇 在河中间木船里的吴老板 听得一清二楚 知道这里的土匪啊 西里的私城那里很多很多 怕得牙咬都吸吹响 知道身居险地 这时 吴老板就当机立断 小心谨慎地通知各人 要全部换完准备定的那些烂衫烂虎 变成清一色的乞衣仔 这样才慢慢上岸 他们一班八个人 因为近段日子就不好过 个个担惊受怕 吴氏夫人呢 因为刚刚摄完小鹿哥 面色惨白得不似人形 吴石就因为长期受万火煎鱼 这么严厉重锤 又亲眼看着毁了祖叶 好似日日捱打 以及滑心肺之痛 茶饭不思 眼蜜都深晒 有气无力 穿起那身烂衫裤 就好像就饿死的乞衣仔 那个帐房先生呢 本来就瘦得好像猫猫症 现在头发乱糟糟 蓬头揪面 嘿嘿 他的臉真的好像烂了生瘦的铁皮 再看真一点 直头跟干纳一头一样 总之其他人呢 也不认为在哪里了 穿起那些烂衫烂褲呢 来远看就好像整对古代的大小木乃衣 没死丝干在慢慢走路 经过人见到啊 都要想着被歌才走开的 就因为这样 虽然无心插柳 他们的化妆亦十分成功 因磨得福 因为吴老板就是一班人 最后的活命火食肺呢 金银势院就全部都夹在各人身上的 说不就是好人命不该绝的缘故呢 众人就慢慢走啊 走啊 走了整个多时辰 嘿 居然没有遇到那些贼来抢劫啊 安全避过了众多的贼人关口 未受损失就入了大城 这个城里头就有三阶六市 人来人往 吴老板就一家八个 就在街头到过夜 这晚吴老板睡到半夜 忽然间发梦见到布庄 吴老板整身整面血 左冲右突 总是还没走出火海 很快就被杀死再烧 看着苏老板的魂魄 就向着鬼门关那边走去 破产老板吴某就好心 想说拉回苏老板 来阳间再做人呢 怎样用力那头 突然劈劈在地上 心里啵啵跳 想说再出来去抓 怎知是南柯一忙 第一 众人就由吴老板带领之下 由内心找人介绍 租了一间十三坑雅的 尊木屋来住落 你一家逃亡者 由今天起才吐了一口气 这样一个对社会有大影响力 又有贡献的出色工商业主 百年家族老字号 被多如牛毛盗策 动荡不安的社会祸害 从此破产 人和就远远比天灾可怕得多 这就叫做天作业柔可活 人作业就不可以活 但是吴老板一家就在南平市住落了 因为没人认识他们就反而安全 而穷困生活从此就开始了 光阳光阴此战 转眼眼很快就过了九年 那个算命先生的预言 看来一点都不靓瓶 吴老板一家保存烂命走之后 施城那头点呢 那变了又变 怎样变法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第三回 近年变化 人人知 大海高山 三万二千二 善恶如何去分别 施城里外 骗疆尸 2 2 更易 遇到 倒 4 5 8